五戒 五戒是指在家男女佛教徒 终生应当遵守的五条戒律 即是不杀生、不偷渡、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五戒是佛徒的根本德行 什么叫做八戒呢? 一般在家信徒 由于比俗暮所前,难以每日坚持五戒 为此又规定每个月有六天齋日 在这六天之内,要远离一切声色娱乐,遵守五戒 此外还要遵守三戒,合共八戒 增加的三戒 第一是不作任何赏心悦目的娱乐活动 和不任意装扮自己 即是不视听歌舞音乐 不看戏剧,不着花香 第二是不坐,不睡高港华丽大床 第三是不食非时食 即是中午过后不得再食 因为依照佛祭,早起诸天食,日中佛食 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 三戒中的第一,二是戒 第三个五不食,叫做齋 所以这三条戒,连同五戒,又称为八关齋戒 在财荣誓的分析八关齋戒 八指八种,关即是关闭的意思 戒有防非止惡的作用 能持八戒,可以防止身口二三叶的恶行 就可以关闭到恶道之门了 八戒中的前七种是戒 后一种不非时食,是齋 合称为八关齋戒 这八法佛陀制定在家居士 每月六齋日授持,即是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 授持八关齋戒,令在家学佛者分杂培养出世善根 所以又称为掌养律仪 受八关齋戒的人,是一日一夜远离家居,住在寺院,或是正舍 根据八关齋戒经讲,每月六日持八关齋戒 功德大过用十六角的珍宝,布施僧团的功德 以譬喻来说,持八关齋戒的功德,远比五大河水之水量为多 八关齋戒是修心者的根本戒律 能令人防非止恶,培养清淨心 如果每月能实行六日,能将个人的道德修持大大提高,是学佛者的基础 八关齋戒是不杀生、不偷渡、不淫、不妄语、不饮酒 不以花慢装饰自身,不往事听歌舞,不助我高港华丽常坐,不非时食 有一重点是要注意的,受八关齋戒一定要是一日一夜远离家庭 住在僧团里面的,是不可以在家居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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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